21世纪的全球贸易正走向数字化 为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和把泰国列为未来的数字经济国家 泰国信息通信技术部近日举办 泰国最佳电子政务手机应用程序奖活动 泰国信息通信技术部泰国电子政务处 与泰国软件工业促建局以及泰国软件员 9月29号在泰国曼谷隆坪尼爱塔斯饭店 共同举办泰国最佳电子政务手机应用程序奖新闻发布会 据悉目前驱动数字经济是泰国电子政务处的一个重要政策之一 对每个政府部门与机构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微小企业 都必须使用数字系统管理企业的组织结构 本次活动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开发者们创新手机应用程序 提高手机产品质量 以及符合官方和个人的业务要求 让每个机构都能够更好的服务顾客 缩短顾客时间与流程 和增加顾客服务满意度 同时也能够促进在泰国手机应用程序的用途 在会上 泰国电子政务处表示 通过调查发现 泰国市民目前最需要的是手机应用程序 是检查公交车路线和收集官方信息的应用程序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立明 实习生林靖轩 王美丽 泰国曼谷报道